好我们来讨论5.4的练习 这个单细胞生物 下列何者不是单细胞生物 草铝虫是 那个变形虫也是 酵母菌也是 那这三个呢 我们在课本上是有提到的 海藻呢 我们是有提到一藻 但是呢 我们就没有讲海藻 虽然我们讲一藻是属于藻类 但是其实藻类 它有不同的情形 不同的情形 像海藻很多时候是多细胞的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藻类 我只能这样子讲 那一藻是其中一个 单细胞的代表 那藻类呢 它其实是相当复杂 横挂很多组 有一些像是原生生物 有一些是单细胞生物 有一些像植物等等的 所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群体 应该可以这样讲 OK 再来看一下配对体 我们的草类虫呢 它是属于原生生物的 所以它看起来像是虫 但是呢 它又好像是 反正就是单细胞的 然后呢 看起来 单细胞的生物好像就 不懂我这样讲 应该讲 单细胞很多都是属于这一组的 这个原生生物 那如果它不是细菌 那细菌跟这个原生生物有什么区别呢 细菌也是单细胞 细菌的话呢 它没有核膜 就是说它有细胞核 细胞核呢 是有核膜包着的 我们才叫它细胞核 那这个细菌呢 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遗传物质呢 并没有核膜的胞贝 我们是这样子来叫 所以它叫它核子 在中间没有膜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草类虫是单细胞的原生生物 酱母菌也是单细胞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真菌界 真菌类来的 OK 虽然也是单细胞 但是它属于真菌界 乳酸杆菌 你看到什么杆菌啊 球菌啊 螺旋菌啊 这个通常它就会是细菌 因为这个细菌有三种形态 然后以形状来区分 然后基本上后面的 我们一般上会叫它杆菌 球菌还是螺旋菌 所以只要出现这三个情形 应该就是细菌的细菌类来的 一枣属于枣类 OK 所以刚才有讲了 它很复杂的 枣类有很多不同的情形 有一些是单细胞 有些不实这样子 下列 你看 哇 这个好像很多人不太会做 下列哪一项呢 有关一枣和草里虫的叙述 是错误的 OK 一枣有细胞病 有叶病体 草里虫没有 这个是对的 你不要看到草里虫 很多同学会误解 草里虫有草这个字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是跟草差不多 他应该可以做 他应该是有业力体的 所以才叫他草里虫 其实草铝 铝是邪的意思 它的形状看起来像 一个草邪 所以才叫他草铝虫 所以他跟草没有关系 他比较像是动物 他比较像是动物 所以他后面是换一个虫 他没有业力体的 草里虫没有业力体 这个是对的 一枣有口沟 进食和包钢排泄 草里虫没有 这个应该是倒转的 有口沟 进食和包钢排泄的 应该是草里虫 反而一枣没有 因为一枣有业力体 对不对 有业力体 一般上他可以自己进行光合作用了 他就不需要再进食的 OK 所以一枣反而是没有这个结构的 所以这个第二个选项是错的 一枣有原点可以感觉光的强弱 草里虫没有 这个对 原因是因为 为什么他要有原点呢 因为他有业力体 所以他需要有光 他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他要朝着光那边游过去 然后才可以晒太阳 可以这样讲 他跑去晒太阳了 所以他一定要有原点感光 他才可以游去光的地方 All right 那 一枣有边毛 草里虫有鲜毛 都可以让他们自由的活动 这个是对的 OK 两个结构都是可以活动的 哪一项呢 不是 酵母菌的经济价值 他可以用来制造饲料 我好像把这个选项取掉了是吗 还是 我不晓得 没有人选这个 可以的 我们有一个叫做饲料 饲料 饲料菌母 有用来做饲料的 有用来酿酒 有用来做乳酪 有乳酪我这个选项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好像去掉了 OK 好 面包肯定有 酿酒肯定有 饲料也肯定有 那我 优格呢 我去查了一下 他应该是用乳酸杆菌的 他是用那个乳酸杆菌来 就是细菌来的 细菌不是真菌 所以 这个是有少许的 有一点的要注意一下 这个乳酪呢 他其实是细菌去发酵的 所以发酵不一定是 那个酵母菌的工作 有时候他们可以用细菌去帮他 好像也是叫他发酵 酵母菌在缺氧的时候呢 他能够分解糖类 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 所以他可以产生酒精 所以我们拿来酿酒 他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拿来做面包 面包你可以看到呢 他很多那种空空的部分 那些就是二氧化碳 让他喷起来的 喷松一点的 下列哪一个疾病不是由细菌所引起呢 这个你要参考课本的 有时候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不是生物专业的 应该课本是有写到的 破伤风脑膜炎 肺结核这些都是细菌造成的 水痘好像是病毒 水痘好像是病毒 应该是这样吧 那哪一些不是有益的细菌呢 哪一些不是有益的细菌 四酸乳管菌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四酸乳管菌好像是拿来 诶不是 sorry讲多了 四酸乳管菌拿来帮助消化 乳酸管菌拿来制造酸奶 就是用油格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是用这个细菌来弄油格的 大肠管菌 我们拿来生产胰岛素 这个也是有在小档案的部分出现的 沙文氏菌 鸡蛋上他们经常会有沙文氏菌 然后这个沙文氏菌会让你泄肚子泄很厉害的 所以毒性非常高的一个细菌来的 所以当然就没有益 这个是让你泄肚子来算有益 这个是有害的 非常危险的一个细菌